抗日台風持續發威 在新北市有不少的災情 在下午1點鐘左右 板橋刮起了八級強陣風 慈惠宮架設這個橫跨馬路的牌樓 整個突然就倒塌 有騎士差一點就被砸中 而在供僚還有汐止 則是分別出現了山洪爆發 以及路面變小河的景象 風有多大 看監視器搖晃程度就知道 行人撐著傘都開花了 寸步難行 仔細看 鄉行車才剛經過廟前牌樓 沒幾秒鐘不敵牆樓 牌樓突然垮了下來 當時騎士就在正下方 一發現不對勁 趕緊往旁邊躲 生死一瞬間 牌樓整座往下塌 占據整個道路 好險沒有砸到人車 但碰得好大一聲 真的嚇死人 嚇死我們啦 有一個人在紅綠燈那邊 好家在都沒人受傷 颱風強襲 31號下午1點 新北市板橋區 刮起八級強陣風 慈惠宮牌樓就這樣往下塌 警方趕緊到廠交管 廟方也趕緊通知廠商 先拆除再說 強風豪雨還造成電線短路 碰碰碰好幾聲 火花四箭冒出白煙 新店附近路上 樹葉被風吹到 掉在電線上 形成短路 好險當時沒有用路 人經過 否則一定會被灼傷 颱風災情不斷 滾滾泥流不斷往下沖 道路變成土黃色瀑布 豪雨狂炸 貢寮山洪爆發實在嚇人 既止捷東西 吸水急促 就像萬馬奔騰一樣 沖大雨來不及宣洩 連路面都變成小河 水人路就因為排水不及 機車族淒慘 成了水上摩托車 這個才算了 烏來山區民宅 整片牧牆都吹仙掉了 櫃子也吹倒 居民自己都看傻眼 不只強風烏來31號到傍晚為止 累積餘量更居新北之冠 瀑布傾斜而下 情人步道電線被扯斷 康瑞強勢席台轟炸整個北台灣 記者新北綜合報導 小河